中文字幕 李宗盛 樓市、股市很不凌朗的時候 都要買日圓去避險 所以本身我們買日本樓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買日圓 用日圓去買樓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保值的能力 跟買日圓的原理其實是一樣 另外一方面還可以收到租 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選擇東京和大阪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接下來東京奧運都升了很多 大阪還是屬於樓價比較便宜 還有來港賭場的效應 我們都會建議大阪或關西地區 包括京都 比較容易租的話 或者比較容易收到穩定租客 都會是一些小小的 二百多呎左右的樓盤 因為二百多呎的主要樓盤 都是單身人士和大學生 他們會租的 就算如果這個搬走了 都很快會找到第二個 因為始終擔心人士 Single或者大學生 他的租務市場 是會旺盛過Family層數 不要單看樓價便宜 和會報高而去投資 因為樓價便宜 會報高一定有原因 你不會說十全十美 又是樓價便宜 又有升值回報 所以location可能會選擇漂亮一點 回報就不要擠得那麼高